大陆经济时速,东三省,河北等地工潮此起彼伏,当局面临执政危机,也倒逼国企改革大提速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赋予地方更多国企改革自主权,随后多个省市出台改革方案 自中共十八大后,国企改革一直是党内博弈的热点 当局虽然制定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但相关的方案一直无法落实 党内一些人则认为,混合所有制的结果,只会导致民营资本吞噬国有资本,最后反客为主 而且一些民营资本的背后是跨国资本,一旦放开混合所有制,相当于中国经济安全大门洞开 但如今经济持续滑坡,失业率萌生,很多国企已到了垂死边缘 如果再不改,不仅国企破产,而且将拖累整体经济下滑 在此背景下,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分享改革红利成为各界呼声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多月前,中央宣布国务院副秘书长孝亚庆调任国资委主任 原主任张毅不再兼任,专任党委书记一职 这项人士任命意味深长 张毅是一名纪检官员,曾出任中纪委副书记 后空降宁夏担任党委书记,几年后又出任国资委党组书记 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是周永康嫡系的蒋介敏 蒋出事后由张毅接过主任一职 外界认为,由一名没有任何国企经验的张毅出任国资委主任 说明中央对国企的工作重心在反腐,而不在于改革 而孝亚庆长期从事企业经营,曾经担任中国律业的董事长 对国企改革相当熟悉 当局启用他出任国资委主任,就是用其所长,进行国企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说,孝亚庆主政国资委 给一片哀红的国企带来一些希望 另外,早前中纪委在国企系统的集中反腐 也为国企改革提速奠定了基础 经过反腐整风,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移动 中联通、中国电线等巨无霸国企的掌门人统统撤换 此外,华润集团、中国旅业公司、仪器集团、武汉钢铁、宝钢集团等高管被查弹 这种自上而下的大调整、大混血、大面积地消除了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 以往国企之所以难推动 主要是那些腐败国企高管将国资当作私产 把国企打造成扔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认为改革只能按照他们的版本进行 否则就全面对抗 只是他们没想到 第五代上台之后采取扔石头、挖墙角、掺杀子等方式 打破各大国企铁板一块的格局 斩断国企负责人与高官大佬家族的利益输送链 为国企下一轮改革奠定基础 但一个好的方案 能否得到好的实施 还要看执行层面是否能够始终如一 大公无私 如果改革最后又沦为新一轮的瓜分 那么当局将被千夫所指 陷入执政困局